大家好,欢迎来到相关正念生活禅 让我们一起以正念生活禅的智慧 探索转化生命的契机 我是禅子 今天的主题是 禅中与三三昧 又到了每夜一禅的时间 同时也是我们正念生活禅 第二季满六十集的节目 所以我们挑了一个可以呈现其后的题目 作为第二季的结尾 同时也为第三季正念生活禅开个头 要找到这样的题目还真是不容易 特别是要与每夜一禅有关系 我想了一段时间以后 最后想到最近在教杂寒经的时候 所读到的三三昧 跟禅中六祖谈经中所说的三无 也就是无念、无相和无助很相似 所以我们今天主题就会分享 禅中与三三昧中的第一个三昧 空三昧 在杂寒第八十经中提到 佛陀告诉弟子们 空三昧是进一步修无相三昧和无所有三昧 乃至正果的基础 如果有人说他还没有修空三昧 就已经修到无相和无所有三昧 是不可能的 接着佛陀说明了空三昧的修法 佛陀说如果比丘法师在山林树下无人干扰的空地做好了以后 可以观察身体、情绪、感受、信念、认知和想法 还有其他心理活动 乃至意识分别等等 都是无常会变化的 当法师们可以如此观察自己的身心活动的时候 就可以体会到每一个人的身心、五蕴世界都不是恒常的 也都是不坚固 会随着因缘条件不同而改变的 如果我们都能够觉察到自己身心的变化和无常 心就会生起喜乐 也会得到清静 甚至能够正果得解脱 这就是空三昧 这部经所讲的空三昧是比较简单的 在杂涵236经中 对于空三昧有更清楚的描述 这是佛陀和他的弟子 智慧第一的设立佛尊者 两个人有关于空三昧的对话 经中描述说 有一天佛陀住在社会国的起数级孤独园的经社 瑟利佛尊者也住在那儿 瑟利佛起石用完摘以后 就到林间的树下去打坐 打坐的以后 他就去拜见佛陀 佛陀就问说 你从哪里来 瑟利佛回答说 我刚从树林里打完坐 佛陀就问他 你今天修的是哪一种禅法呢 瑟利佛说 我今天修的是空三昧 佛陀就赞叹说 很好很好 你能够修上坐禅的空三昧非常的好 佛陀所说的上坐禅 指的是可以正果的禅修方法 所以这里也是指空三昧 也是一种可以正果的禅法 接着佛陀就说 如果比丘法师想正道修空三昧的时候 要学着这么做 不论是到城里办事或起石的时候 都要时时审查自己的心 在看到各种美景 美色的人事物的时候 是不是有生出贪爱 执着等欲望 当比丘法师们如此 觉察自己的心念以后 如果发现心中对于所见到的事物 美景美色生起贪爱 想念和执着的心的时候 为了要断除这些不善的想法 法师们就要精进用功把心拉回到修道上 这就好比是当有人的衣服或头着火的时候 为了灭火 要赶快用各种善巧的方法把火扑灭 比丘法师修道也一样 觉察到自己对美景美色等人事物有执着的时候 就要赶快努力的把心拉回到修道上 相对的如果比丘法师们 觉察到自己不论走路的时候 或到人多的聚落起石的时候 虽然有看到美景美色等人事物 却没有生起贪爱执着的念头 比丘就要发现 要以这种令人喜悦的善根 继续努力修行下去 这就是在行住坐卧中修行清净起石的方法 瑟利佛听了以后非常欢喜 表示会如佛陀所教的去修这个方法 这部经虽然有很具体的以起石为例 说明如何可以修得正果的禅法 但好像没有直接说明这个方法就是空三昧 但是研究大阵仗著名的应顺老法师 在他所著作的《性空学探源》这一本书中 曾经引用了扎函551经中的内容 说明这一部经所提到的 在行住坐卧中时时反省观察自己的心念 是不是有生起贪爱执着等 有的时候就用观空的方式去转化这个心念 如果没有就安心的继续修行 这就是空三昧 而551经所说的内容是 对于财色明十岁这五种欲望 如果可以不贪不弃求不爱着 不执念也不热切的想获取他们 就是空欲 另外应顺老法师也用常修苦行的 加色尊者为例 来说明什么叫做空欲 因为加色尊者他不执着和贪爱 财舍明十岁这五种欲望 所以佛陀就称赞他是如空不着 意思是如虚空一样 什么都没有挂爱 也因此应顺老法师就结论说 在杂寒经中所提到的空欲 大家都着重在离欲和不执着的实修上来说的 因此老法师说 一礼推之杂寒所说的空三昧 可以包括两个面向 第一是如果单从一礼上面说 空三昧就是体验无我和无我所 所谓的无我所就是指 没有什么我可以掌握 主宰拥有而不变化的 第二是如果从行为上来说 空三昧是指在看到美景美色等人事物的时候 或听到美好的声音的时候 都不会被这一些外在的境界所动摇 因而生出贪爱执着的心 如果都能不执着这一些外境 喜心动念就会都是清静的 这就是修空三昧的方法 那这空三昧跟六祖谈经所说的 哪一部分很相似呢 这个就是跟六祖谈经里面所提到的 无念的意思最接近 比如在六祖谈经里面说 无念就是在起心动念上不再生起第二念 就是在我们看到听到闻到或接触到各种人事物外在的境界的时候 不会生出各种的评价执着的念头 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不论美的或丑的人事物放在他前面的时候 镜子只是依照人事物本来的样子映现出他们的面貌 而不会去评价说这是美的或这真丑 这就是一念而无念 另外六祖谈经也继续说 无念是在念念之中 不会去回想以前看到或听到的事物 如果我们心中老是执着过去或现在看到 听到接触到的人事物 接着又不断的去思维未来要怎么取得这些人事物 这就是念念相续 也就是执着 这种执着会把自己捆绑在那些人事物上 无法自在 相反的如果能够在见闻 觉知接触到各种人事物的时候 不论好坏都能不执着 心都不注着在那些人事物上 就不会被困住跟绑住了 这个就是六祖谈经说的 无念就是于念而无念 另外在六祖谈经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几句表达无念的话 跟杂寒经中的空三昧很相似 这个经文是这么说的 这意思是说在面对各种人事物的时候 心都不伸出任何懒着的念头 这就称为无念 换句话说 也就是让自己的念头 时常不要去执着任何外境 而且不在这些外境上 生起任何的念头 这跟我们刚才在空三昧所说的 在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中 时时反省观察自己的心念 让自己的心不会升起 贪爱、执取和著作等念想 是很相似的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 跟大家分享 杂寒经中的三三昧 还有六祖谈经中的无念 他们的相似点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 在卡巴金博士所说的正念简压法中 特别是他所说的七种正念的生活态度 跟这个无念或者是空三昧是非常相近的 比如说他所说的不平价、初心以及放下等 这一些都跟我们刚才所说的空三昧 或者是六祖谈经所说的无念 都有一起同工之妙 所以我们如果要学好正念简压法 我们也可以多多的练习杂寒经所说的空三昧 或者是六祖谈经所说的无念 所以最后邀请大家一起来发一个好愿 学习在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中 常常反省观察自己的心念 让自己的心不会升起贪爱、执取和著作的念想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子 也就能够像杂寒经说的 我们的生活跟生命就不会被烦恼困住 也才能够过得清新又自在 甚至能够解脱烦恼 我会把今天介绍的杂寒经所说的空三昧的经文 以及六祖谈经中所说的无念 放在我们的摘要中 大家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 如果想进一步的去看经文 也可以看一看 就可以在我们的摘要里面找到这些经文 大家不要忘记继续收听哦 最后祝福大家正念真上 平安吉祥 我们下一周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